我抛出下一个问题来给老师们感受一下WebQuest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你刚才找到了一个主题 应该其实你是一个使用者 也就是说你拿着它的WebQuest 就可以去让你自己学校里面真正在Rub 譬如说节能减碳或者是旅游的真实 如果你就是直接拿一个县程开发好的 然后你直接去使用的话 那这样子的直接使用和我们刚才拿着两个动画 两三个动画播给孩子看 那种带起来的学习深度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感谢说 有许多前辈们或者是他们事前都呈现的东西 而且他们都在网路上分享 所以其实如果有一个WebQuest的一个大集结跟架构 尤其假设我们在台湾这边 我们大家有目的的或者我们在县里面 大家有目的地持续累积 适合教什么年级什么主题 或者老师你应该想象另外一个学习对象 是你们家的小孩 因为我刚刚曾经说过家用上网时间 其实绝对大于学校可上网时间 所以如果说前面一两个月那么长的暑假 你们家的小孩常常或者我们学校同事常常讲 那个小朋友都在家里当宅童 他就两个暑假都在家 然后一直上网 就跟目前讲的宅男宅妇女很像 所以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会觉得说 有一个原地大家看不错的WebQuest 他就拿去用 也许是老师拿来给学生用 家长拿来给孩子用 甚至我们更期望的小朋友自己上来 小朋友自己上来 他想学这个 他就走这一趟所谓的网路的虚拟之旅 这是我想跟老师们做一开始的一个介绍 底下我再把香港中文大学 跟大陆的围存教育这两个网站 稍微做一下补充 老师我把眼幕接过来 不好意思 首先就是这个 那这边呢就是我刚才说过 他们这个站在蛮早以前 我就看到了 就是说他真的就是按照领域 按照年级 目前有哪些WebQuest 他就是集结在一起有一个量 那虽然因为这个站比较久了 所以呢有些内容说不定已经不存在 那他也注明他们是繁体或简体版 因为在香港的话是正好两个语系 通常而且他们是繁体大于简体 他们上的国语课本也是正体字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类似WebQuest的图书馆的资源库 这是我所看到觉得最期待的 如果我们在将来或者经由今天上课后 老师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承诺跟好玩的参与 我们可以来建制这样子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是刚才的 我刚刚讲香港中文大学他们旧的呈现方式 那他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个网站 这也是由香港中文大学他们应该也是有一些相关公司结合起来 就是他们有一个SeaQuest Garden这个站 那这个站呢其实经由申请账号密码之后 是可以去做东西的 换句话他有一个后台给老师做WebQuest 然后我上次也有参加这个比赛 那参加这个比赛就是你就有一个站 那这个比赛的站已经用了两三年了 所以本来你们所看到的是今年的比赛作品 如果你用这个看它的根目录 就有所有可以查询得到的东西 好那这是两个在香港的站为主的 那在大陆的这个站呢 它除了它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范例 不过呢它就是把原本在美国那边的WebQuest的 相关文件跟资料 多年来他们都有一些翻译就放在这边 那以前最早啊就是这里 你看这个站好久以前我看过 它好久以前就放了一个我们宜兰县 我不想这个站还在不在 在 这叶明镇的时候做的 叶菲特对 好没关系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宜兰县 也好早有推过一些类似WebQuest的概念 所以我想说有些站的资源 大家都可以去使用它 那我特别想强调一件事情就说 如果老师你都不设计 你都不设计 因为我们曾经有个想法是这样子嘛 会做的尽量做 写程式啊你去写到死啊 管网路啊你去管到死啊 可是我们是玩科技的 我们可以玩到死 就是很享受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很享受 就是老师你是一个教学专业 我是教自然 我是教社会 环保议题低碳生活绝对都可以结合起来 哪怕你是教国中数学 我都相信从你的专业角度可以找得到 跟检判有关的数学方面的活动 但是可能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 就有待您去设计 这是我刚才要说的是 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主题 我们都可以直接拿来开始去进行 消失中的 也许宜兰 你就把它改个地名 它里面的架构跟设计的 老师在我们待会的实作过程中 你都可以把它变化出属于你自己独创的作品 这是我想说 一开始我一定要先跟老师们传达的一个想法 好 那我们知道它的架构的组成 我们知道了它有很多的范例可以参考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好啊 那我现在要开始设计自己的啦 我要走哪些步骤 对 这个步骤 跟到时候上课的步骤是不同的步骤 所以我们常讲教学设计 我刚才讲的assure也是在这个阶段 我要选择什么主题 我要传达什么目标 我要用哪些科技工具 我要让孩子们去做什么 这些都是选择 所以在Burning Doge 他当时有写过一篇focus原则 它其实是五个步骤 然后呢也是五个字母的头 意思就是焦点 因为我想 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听太多没有用 那到底重点是什么 或者我们更贪心一点说 对我来说 回去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越明确 我越知道我的行动的力量 把能量都集中在那边 我要对校长讲什么 我要对资讯主长讲什么 我要对我们的老师们 对孩子们讲什么 或者我要做什么等等 好那这个焦点呢 其实不外乎我们平常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老师你已经想了一个主题了 你要教了某些教学对象了 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去搜寻一下 或者我自己 我自己就习惯Google一下 就是去找一些好的网站 那边看一些网站呢 边想一些 这个站跟我孩子们 会发生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你要写一些教育 有用的行为指引 来让孩子说 我看这个网站 他会得到什么 那我们怎么整理网站 我想说正好我们昨天 前天有用过的那个 Squip Book 所以老师您其实就可以善用一下 如果你待会 不管是看别人的WebQuest 这一篇这篇不错 你会做什么事 按右键 在这个火狐狸有转 Web Book的时候 我自己也常做这件事啊 按右键 然后呢 要不要建个资料夹 随便你 0916 然后呢 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这篇内容 是不是就存在我这边了 这个你们前天有用过吗 那用过以后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地方 你下次想把它改掉嘛 就把它画个重点 然后这个不喜欢的东西 就把它橡皮擦 擦掉 我们学生现在都在学 篡改新闻 就是我给他一篇文章 我给他一篇文章 然后我其实是要训练 他们摘要技术 那共同的网页 所以内容一模一样嘛 那每个孩子 他就觉得 我要画出那个重点 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然后我让他解释 为什么你画这个重点 为什么你把某些话删掉 而且删完之后 前言后语 造成不同的新闻效果 就我觉得 虽然因为电脑课真的很短 所以 吓我一跳 好 就是说 因为我们台北线 现在听到消费行政系统 也很紧张 电话接到这个 不管是在交易局 或者交易处 都是 好 那老师 刚才讲的focus的原则 还有 对不起 我补充一下 抱歉 就是这个设计的步骤 是比较 它比较简单 就是你要找到资料 那后面就是 我们待会会搭配着做 那在这边有一个 Webquest101 是我从一个 Teacher First的网站 那我自己就稍微 把它做了一些翻译 我觉得这一篇 当然不是说 我翻译得很辛苦 而是说 我觉得这一篇 是我看过 介绍Webquest里面 讲到最实际的 老师面对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请问你 孩子怎么知道任务 孩子不会像各位 这样静静的专心看 所以老师 你的任务 说不定会用 YouTube影片来发 你的任务 可能会用简报的表现 来借由你的技巧的传达 然后传达出一个内涵 让他们 这个任务 跟他们切身相关 所以这个 他的实物面 讲得比较多 那蓝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自己另外加 看了他的翻译之后 我另外补充的地方 那为什么用Webquest 如果你没有先说服了自己的话 或者你不用觉得可惜 这是另外一种 说服自己的方式 所以我也补充的在上面 然后一个Webquest 可以设计的很简单 也可以设计的很精彩 我觉得他有讲到一个 比较实力的例子 是在这边 我希望老师 你今天也带着这种限制 限制 限制几 不是 就是带着限制的心情去设计 我就是教几年级的孩子 我就是在学校里面 只有哪些设备 我的电脑可用的时间 我的电脑使用的能力 和我的孩子电脑的能力 都是限制 拿着限制来设计你的东西 会比较切实可行 这是我看了这么多Webquest的资料里面 觉得他很棒的一个地方 那后面有一些资料 我就不要再做整理了 他说建议你开始搜索 所以我请老师们开始搜索呢 其实你平常如果用Squipbook有系统的去整理一些资料的话 那你以后要设计Webquest就很方便 那像我自己的这个Squipbook啊 都后来常常造成火狐狸当掉 因为我的剪贴簿的内容太多了 我都还要想办法把它搬开 所以想说让老师们自己run一次看看 就是说你大概有一些主题印象 如果你找到一个合适的Webquest的参考架构 待会呢我们都会让老师开始去实作 我们预计是十点半 好吧 我们大概十点半的时候第一次休息 之前要让老师讲相信 像每次听奥力量 听奥的那个或者私运的广告都让我很感动 说相信自己就是力量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会开始来run一次看看 开始去架构跟建置你自己尝试玩玩看的Webquest的设计